你好,我是舞蹈圈里爱折腾的玛玛阿 好了,今天想给你分享的话题是 如何快速学习舞蹈动作 接下来呢,我会重点为大家推荐两个学习方法 这两个方法主要是用的人群呢 是舞蹈小白,舞龄上前的舞蹈小声 和舞蹈进阶着 你是属于哪一个呢 方法一,它主要讲的是学习动作的顺序 能够让你快速有效的提升你学习动作的质量和速度 那是什么呢 从下往上学习舞蹈动作 就是我们学习舞蹈动作的时候 先学脚下动作 看一下是原地站好不动呢 还是小八字踏步了呢 还是左右原地踏步呢 还是有转身怎样的 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纵向的 我们跳舞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立体状态 不是一个横向躺的状态 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学习的现代舞是躺着很多的话 或者是游泳的话 那就一定不要采取这个方法呢 因为我们舞跳舞的时候 人基本上是站立的 所以说呢 就是要先学脚下动作 因为你有了脚下动作你才能够慢慢的解放上身 然后呢你才能够有流动是在原地呢 还是在行走 好的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解构现象 深层逻辑 这个方法呢是建立在之前的从脚步先学习的方法之上的 就是说你先把那个脚上学习方法掌握了之后 我们再用这一套方法 为了贯穿这个方法呢 我会向你推荐两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是什么呢 这个技巧有点偏文化就是口诀化 比如说我们在学一套动作 它是由一个八拍或者是两个八拍构成的 那我们在解构这一个八拍或者是两个八拍的时候 就要尽量把它生成一个口诀 能够加深自己的记忆 比如说这套动作 那我们把它换成口诀的话 它就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就是上上下下交叉停 然后我们在记的时候就是上上下下交叉停 跟着韵律 然后跟着你的那个逻辑思维 它的意思去记的动作 基本上就是一遍两遍很快就OK啦 这个技巧呢 它主要是善于去解构这一套动作 它的主要的方向和顺序 然后和特征 比如说上上下下就是它的方向 然后完了它的那个顺序呢 就是先是上上然后才有下下 然后它的特征有哪些呢 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有个交叉的特征 然后它一下不动了就是停 我就是根据它的语义我来去生成的这个口诀 好了 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比较偏理工科的思维 那就是去数据化 好的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练习 比如说就拿刚刚那的动作我们来做一个示范 我们可以把上上下下这个动作呢 换成字母A 看上上是先远的A 然后下下的话是一个上的动作 它的变体就是A乘以2 然后A1乘以2 然后之后呢这个动作还没完 它有一个什么交叉 那这个动作呢就是跟之前动作没重复 那它就是B 然后呢它说我们有个停 也没有重复 那就是C 那整套工程师它是怎么样呢 就是A乘以2 加上A1乘以2 加B加C 你就有了呀 所以说呢数据化的解构技巧 就有点像我们做数学题 去快速的把一套舞蹈动作 解构成一个数学公式 这个方法呢 我也是推荐适用于在掌握了上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口诀化的基础上去用这个方法 如果我们将一套舞蹈动作 比喻成一整个人体动作的构成的话 那口诀化的技巧呢 就是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有头 有上肢 有下肢 有手 有脚 那数字化的方法呢 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去精细这个结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头 两只手 两只脚 一个区干 如果我们用了口诀化的方法 然后数据化的方法 整个这一套人体的大框架 我们基本上就出来了 学习动作快不快 好的 如果你觉得麻烦地分享了吗 对你来说有用的话 我也想听到你的鼓励 然后妈妈也会加油 去创作出更多优质的内容 与你共享 明ael Altyazı M.K. faced